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会有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和一部隐居作品 带你了解历史上发现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今天会分享开心的邀请的就是历史小白J 好的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历史故事 是发生在1967年的12月3号 心脏移植手术 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心脏移植手术 发生在这个时间点 它是由南非的一个外科医生 克里斯蒂安巴纳德 他在开普敦的格罗特苏尔医院里面 执行的历史上第一场的心脏移植手术 这个是堪称医学史上的重要时刻 因为在当时来说 这个心脏移植手术 是一个难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手术 那这一次的手术 这个巴纳德 他是从一位18岁死于车祸的一个少年 叫做丹尼斯达威尔的这个体内 取出了一个心脏 直入到53岁的 路易斯瓦西康斯基的这个体内 虽然这个路易斯 也就是接受这个心脏移植手术的这个病患 他在18天之后 因为排疫的这个身体的反应 死于肺炎 但是这个巴纳德这场手术 他奠定了日后心脏移植学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所以当时的世界各地 都是以新闻头条的报道的方式 来见证这一起医学上的奇迹 也让这个巴纳德医生的名声 一夜成名 那当时呢 这个巴纳德所执行的 心脏移植手术的地点呢 现在目前啊 变成是一个所谓心脏博物馆 就是开普敦的心脏博物馆 大家如果去南非开普敦走走的话 当时巴纳德在执行这个手术的这个手术室 现在呢 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是有蜡像 来还原当时这个手术的情况 对 那按照当时的这个实际手术的情况呢 他们有1比1的还原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手术室里面看到 当时是长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这个心脏博物馆呢 也是许多外科医生 他们必定会去朝圣的一个地点之一啊 也是目前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遗址之一这样子 那这个建筑物呢 其实也提供了医疗服务啦 是这个开普敦大学的医学院的教学音乐 那这个巴纳德在2001年的时候呢 在度假的时候因为气喘发作去世享年78岁哦 这个前南非的总统曼德拉他就有表示哦 巴纳德的死呢 不仅是对南非的一个重要损失 其实对全世界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哦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简短 就是分享给大家的一个历史上的第一个心脏手术 历史小知识这样子 对那既然提到这个电影的话呢 有没有一部电影是来描述这个巴纳德的故事呢 其实没有 对感觉 感觉比较难啊 感觉比较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从这个巴纳德的这个执行第一场心脏移植手术开始啦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器官移植的这种医学的技术开始突破啦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嘛 就是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 它是在1967年 所以它其实某方面程度也是影响了世界各国很多这个医学界的这个 啊不管是在技术方面的这个成就啊 其实也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日本的一些漫画家 哦 对其实在1960年代 七年代 你就可以注意到有很多的医学漫画 就是有如雨后春春般冒出来 像是比如说这个怪异黑杰克 对我刚刚想到 黑杰克 你怎么早期翻译叫做什么怪异性博士是不是 对它其实某种程度它是有点在仿造巴纳德的一些作为 它也是在1960年代七年代开始就是被这个搜董自宠给创作出来嘛 对那近期近期的有关于心脏移植啊心脏外科的这个漫画 其实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后来也有改变成日剧的叫做伊龙啊 对这个是在2006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一季 那我自己个人在看第一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喜欢 可是我在看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看烂爆了这样 就是我想说怎么差那么多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个人有看过伊龙的漫画 然后他画的非常非常的细 而且里面那个角色我觉得那个刻画是很热血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第一季他是有这个漫画为底 可是第二季开始就是有点在乱编我自己这样觉得啦 多少好像很多种类型的作品都会遇到这种处境啊 对但我自己是觉得啦 就是说这个伊龙他里面有很多这样子一个医学尝试 其实当然在后来啊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是有点过时 因为毕竟2000年左右的东西 这东西已经普及后啊 也不是普及吧 就是应该说现在有很多更高技术的东西去取代了这个他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技术这样 对但这个技术大家会觉得说这东西已经不是这么的特别 对对对对对 对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伊龙的这一个剧情里面 他其实都有在描述一个非常非常高技术性的一个心脏手术 叫做心式减容手术 那这个心式减容手术 它是由这个巴西的心脏外科医师的姓氏来做命名 然后就是简称叫做Bartista梭心手术 Bartista Bartista对就是这个Bartista 对就是Bartista 对就是Bartista的缩心手术 那他是针对这个扩大型心肌病变患者的这种肥大的心脏 去进行这个所谓缩心的减容的这种手术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因为病变的关系你心脏变得很大一颗 所以呢他要直接去把这个心脏上面的病变的组织给切掉 然后再去把这个心脏给缩小 他其实是技术性很高啦 而且非常非常考验这个医师的这个技术这样 所以这整个影集或是整个的漫画都是在描述说 剧中的主角龙太郎他怎么样去召集这个伊龙小组 然后来执行这场手术 但是其实这个手术在现在已经看了有点过时 只是因为这个巴蒂斯塔缩心手术他只是在解决肥大的心脏 他只是把这个肥大的心脏给缩小而已 他并不是直接去对症下药就是找到你为什么会肥大 对对对对对所以没有根治啊 所以后来有很多的这个病患他其实执行完这个手术之后 确实解决了他心事肥大的问题 可是日后呢很常会复发 对所以呢在这个漫画或是这个影集里面 就是他没有讲到后续就是啊大家很感谢你啊好伟大这样 可是他好像都没有讲到后续就是说啊这些人有可能会复发 就你可能还会回来找我这样 对对对但但我觉得啊就是影集这个精彩的地方 他其实是某种程度在描写就是有点像白色巨塔 就是在讲说日本一界的一些比较官僚体制的这种腐败的一些清洁啦 我觉得这个精彩的精彩在这啊当你说那个什么心脏手术很神啊什么的 我觉得他有点英雄主义化这是其实我自己个人看很热血没错 可是有点超乎现实啊所以现在很多的医学啊包括很红的那个苍蓝哥啊 他其实也有去针对伊隆里面的一些情节去做讨论啊 他就是有讲到说其实Bartista的这个缩心手术现在已经过时了 因为现在大部分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心脏问题都是直接用人工心脏或是心脏移植这种比较改良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取代掉了 所以就直接说你心脏有问题是不是我们不去再去针对你这个烂心脏去改了 我们就直接换一个心脏给你 换一个要不然慢慢补墙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历史故事还有我们所推荐的影集啦 那一分是5分是WOW 那丽小白J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WOW 嗯 嗯心脏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反应那么小是怎样 心脏嘛 嗯 就你知道的心脏 嗯 掏出心脏 有点距离 线上心脏 线上心脏的事情 你觉得线上心脏或是心脏这个东西然后对你来讲没什么 看不到 但很重要 尖评就是看不到但是很重要 那就是有东西看不到但很重要 好的 你又不能没有他但是你可能也不会想要知道他太多资讯 好啦那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啦 或是你们看过这部影集呢都欢迎在留言区里面留言或在Soboros来跟我们做互动哦 当然呢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和声音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们的脸书粉团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IG以及各大的声音平台 也别忘了在Apple Podcast和Supply上留下五星好评 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推荐和分享我们节目让更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哦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看三六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